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出现明显的上涨 纽约清源油涨了1.67%的幅度 布伦特其油也涨了1.43% 那在周二美国盘油价是出现走高 也都是各涨1%多 美油跟布油 那另外金价现在目前是上涨了0.25%的幅度 那隔夜上面金价是涨0.1%的幅度 那我们知道昨天晚上 大概台北时间12点多的时候 我还在看美股 突然一波跳水 道琼急杀白点 那天在找什么到底什么原因出现美股急杀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川普的儿子 跟俄罗斯跟俄国人通了电邮 那这个俄国人告诉川普的儿子说 他有希拉蕾的黑资料 你有没有兴趣 结果川普的儿子就回答说 I like it 我喜欢 川普儿子自己把这个电邮公布了 随时的美股急杀 不过后来美国股市就回复了上涨 这个中场道琼是收几乎平盘了 那纳查克是收涨的 但是盘中这三大指数包括标普都下杀 但是很快的就出现回复收涨 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国会啊 说要延后休会 那要通过医保 所以这个消息呢 刺激了股市又回复上涨 看起来川普的麻烦不少 那这一次在G20会议里面 川普感觉上是比较被冷落的 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话题 今天是两岸时间 我们要谈G20中美关系 包括中国企业的动态 中国企业最近热市的问题不少 热市又牵扯到融创 融创又牵扯到万达 这等一下我们都要请黄社长 来帮我们做详细的分析 我们在场的来宾是旺报道 黄庆雄社长 社长你好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看到G20领袖合影 那当然那个是依照资历排行 就是说不是说故意去忍弱川普 川普是被排到边边 这个资历就是说 看他上任的时间 上任的时间 长短 就但是很明显 习近平跟梅克尔是站在中间 我认为如果是照这样来做排比 这个中国的领袖 应该都会占优势才对 因为至少他稳定是两任十年 普丁也很厉害 普丁也是一样的 普丁是不败的 不过他那个顺序 还是以这个正元手 是最优先考虑 然后再来的话 有些如果派总理啊什么 就要排到比较后面 就第二排嘛 对比较后面 对 因为一般来说这种会议 美国人 美国领导人 大概都会最核心嘛 结果大家不太习惯 怎么排到边边去了 没错 那这次G20会议的观察点在哪 但也有些花絮了 我们刚刚讲那个是花絮了 对 那当然另外一个是 就是说川普把那个讲这中华民国 习近平讲的中华民国 那当然是插曲了 那真正观察点在哪里呢 是我想这样子 我们听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兴趣 想知道一下G20怎么来的 20国集团 对20国集团 我们以前常听到G8 对 甚至最早G7 八大工业国 七大工业国 八大工业国 就是说一些这个已开发国家的 那通常大概就是美国 加拿大 欧洲四个到五个 对 然后再加上日本 对 大概是这样组成 后来把俄罗斯加进来 变成八个 那又被踢出去了 对后来踢出去 然后呢是这样子 98年的时候 1997年 那个时候APEC的会议的时候 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说 原来的八国集团 是不是应该扩大 跟一些这个 更重要的一些新兴的经济体 以及经济规模 有一定的这个规模的 这样的国家 涵盖进来 所以98年之后 就开始有G20 但是G20 他从98年到08年 这十年 他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 这个经济对话的一个体系 他不叫峰会 峰会的话 一定是领导人去参加 对 所以据到你那个时候 更多的是比较各国的财政部长 对 这个央行 人行 这些 就是说货币的主管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真正开始变成峰会 就是08年 美国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大家觉得说 应对这样的一个危机 那么需要全球的领导人 一起来面对 对 但是因为 一开始显然出发点是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了 是 但是你现在发现 因为难得领导人在一起 什么都谈 这几年 其实前面几年 更多都要谈 都要谈什么 反恐跟反恐 对 因为ISIS的这个威胁 是一个全球性的 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的话 那就是有很多的观察者 因为这次会议是 这个川普上任以后 美国开始变成一个叫做 这个保守主义 是一个这个反全球化 是 他之前已经把TPP 把它这个废止了 把这个包括跟欧洲 这个大西洋沿岸的这个协定 也都停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气候协 巴黎气候协定 也退出 也退出了 那所以当时 大家都有一个预测 就是说 第一个全球化 还走不走得下去 第二个呢 因为中国在 特别是在这个 今年的这个达沃斯 习近平等于是宣誓了说 中国要继续全球化 然后呢 这个习近平这一次 还提早到德国去 到去跟德国做这个国事访问 那所以之前 也有一些评论认为说 会不会变成是中德两国 形成一个新的全球的领导 的一个态势 那当然背后等于是 那这个要往下延伸谈的话 又有另外一个味道 就是说 因为中国现在倡导一带一路 那顺着一带一路 现在有人在讲说 将来会不会变成是一个 中国加俄国加德国 陆权的国家为主 然后刚好另外一边 就是美国日本 这个海权的国家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照 那这个当然很多都是属于 这个学术界的研究 媒体的猜测分析 实际上走下来 你就会发现说 情况跟我们想的 可能不完全一样 那比如说以这个例子 最后G20 他所发布的最后的宣言 来讲的话 那么在这个全球化的部分 那特别因为川普的关系 那特别对贸易 防卫手段 给他相对的妥协 就是简单是美国要求的 那另外这个气候协定的部分 更明显 因为到最后出来的一个协议是说 可以容许使用更捷径有效率的方式来使用石化燃料 本来在气候协定里头 大概有包括我们说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等 那个结果美国这个石化业者一直都反对 川普的反对 其实就是石化业者在后面在谈的 那现在变成最后出来的也做了妥协了 这个当然多少表现出来 就是说目前至少在目前来说 这个地球还没有办法摆脱美国了 因为美国真的是各方面的影响还是特别大 这是一个部分 但是也不是说世界局势没有发生变化 那个这里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像 这个法国跟德国 那么本来在特别是半年前一年前 大家对整个欧洲的局势 是非常忧虑 民粹主义 这种保守主义 偏向 对甚至最悲观的都认为说可能 左翼的 欧元会作废 欧盟会解体 结果没想到 他的选举还是有自我修正的作用 你看这个荷兰的选举 荷兰的选举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的 往这个民粹右倾去 然后法国的选举大概影响是最大的了 那法国的选举晚了之后 现在俨然 法国好像又从一个百病重生的 这个老帝国 现在好像跟这个马克宏一样 年纪很轻 充满活力 然后在这个全球化的部分来讲的话 马克宏在中间的这个穿梭 也发挥很大的作用 当然东道主梅克尔当然是重中之重 这毫无疑问 好所以呢 本来都以为说好像中国跟德国之间要做一个联手 现在看起来更像的是法国跟德国 两边的这种和盟 这样的一个巩固欧盟核心 你讲的对 那个你讲到一个重点 它巩固了欧盟核心 所以现在看就是说欧洲国家跟中国之间 尽管因为美国川普的因素 让这个所谓的欧洲跟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出现裂痕 那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这个中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就会一路顺畅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比如说欧盟到现在到底要不要给中国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现在看起来不像之前想象那么乐观 对一直都没给予 一直没给予 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最近来说其实还挺麻烦的 像刘晓波的事情 刘晓波这个事情对中国跟欧洲 特别是跟德国法国这些国家的关系 它还是会形成影响 对啊媒体有报导说 梅克尔在这次G20会议上面也不断跟习近平讲说 希望说刘晓波能出国治疗 德国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来协助 那我看到回应 好像习近平说就是一句话 我进一步了解 他表示说这个事情不在他的国政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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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电波上 传统上欧洲跟美国对中国的人权 当然都是关心 以前可能美国某些时候还关心的更多 但是川普上台了以后 川普是一个不把人权自由民主这些挂在嘴上的 他不信这一套 那所以反而变成德国的或者欧洲的这一部分的角色 接下来可能会更重要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欧洲国家有他们长远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传统 这个因素 这个这一点我想我们也不能否认 也还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 而且因为这个欧洲跟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个直接的战略冲突 比较少 不像美国 他还有东亚地区啊等等 欧洲跟中国没有 那所以呢 他有些事情这个在表达的时候啊 他也相对来讲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还是因为说 整个欧洲的这个局势啊 现在看起来已经大致走向一个比较稳定 就是说经过几次选举之后 好像整个欧盟的信心又回来了啦 对那当然了 这是一个部分 对就是说原来说好像是欧盟摇摇一坠 欧元快要摇一坠 都要唱衰他 对啊对啊 所以这些看起来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某个假如来看 民主选举可能也真的还有那个钟摆修补的作用 好 美中之间的关系 这倒是一个可以观察的点 最近好像在转坏 是前面的部分 当然是因为这个 就是朝核的问题 还是一个一个一个中间的一个一个点 那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上谈了很多 到现在一直还是没有一个能够解决的办法 那么前不久 这个美国就不断的在使力 在用一些别的手段 在逼迫要中国出更多利器 那这一次的这个在汉堡的这个G20上的这个习川会 那么显然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有一个比较一致的 前面美国是做足了姿态 有那么一点味道好像是要累积川普在这个G20上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的筹码 对但是除了说两国在军事贸易的交流这一些的去谈之外 看起来并没有很显著的一个进展 那这个当然也跟朝核问题的一个各个大国之间的这种利益 跟这种考量 它是纠纠结结 是很难一下子摆脱的了 那但是我们从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 那么他在昨天的时候 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说法 他已经直接点名了 他最近不断在放话 而且他还讲到说 直接讲说美国现在在台湾的问题 跟南海的问题上 在做文章 在给中国天南麻烦 原因都是因为朝核问题 当他讲说不应该再让大家以为说 朝核问题是中国的责任 他说中国针对朝核问题已经有提出主张了 他的主张就是什么双暂停 就是说美韩的军事演习要暂停 那北韩这个核武也暂停 演习这个也暂停 当然这是一种主张 他这个主张背后有没有说北韩同意 这个其实你不知道 我猜想两边大概都有各有那个 比如说美国跟韩国可能会想 那我演习暂停 美韩会停吗 美韩军演不可能停的 这对美国人来讲 我为什么要先示弱 为什么要先把我们的军演暂停 然后去换你的核式或者说 而且也不是拆除 不是拆除 对啊 这个对美国人来讲 我觉得他不可能会接受的 所以这个现在看起来 这个一个集团体晚了之后 那么很多问题是没有解决了 但是呢大国 大概我们最整个的国际的局势 大概可以有一种很简单的归纳 就是说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打仗的时代了 所以大国之间有再多的摩扎 比如说像现在印度跟中国 现在为了边界的问题 最近也是很闹 但是理论上来说 不至于说变成是这个炮火相向了 也许前线有可能擦枪走火 但是不会让他变成不可收拾 但是印度跟巴基斯坦就真的打起来了 那是之前 现在其实你没有发现 巴基斯坦变成核武国家之后就不打了 两边就没有在那个 会互相两边不友善敌视 这都有可能 媒体说 中国对印度不爽 就会叫巴基斯坦说 你去打他一下 你现在讲说美国对中国不爽 就叫印度去打他一下 对一样的意思 但是这次集团有一个花边新闻 就是川普的女儿 伊凡卡 伊凡卡 对 他现在的身份是白宫的顾问 白宫的顾问 那你知道那个集团一起开会的时候 各国都有团 都代表团有个位置 对 那川普不晓得跑去 去Starbuck喝咖啡 还是要出去尿尿 还是怎么样 还是去跟别人谈 他空出来 那个位置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国务卿嘛 对 去做 所以川普叫他女儿去做 对啊 叫他女儿去做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 国际上面的一个大家看点 大家会当话题 结果很好玩的就是说 这个川普后来在Twitter上 或者说他白宫的人在讲 就是说如果 如果今天是那个 这个希拉蕊去 希拉蕊当选总统 对 然后希拉蕊叫他女儿去做 对 媒体都不会讲话 对 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说媒体专挑我了 他就是有受迫害情节 然后结果我看到那个 希拉蕊的女儿 切儿媳 对 就立刻上推了说 我的爸妈绝对不会叫我 去做那个位置 对了 我想应该也是 对 所以现在我们整个世界 第一番我们刚前面讲 这个全世界还摆脱不了 美国的影响 可是川普这样搞笑 尤其上他又觉得说 这个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 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 而且看起来还没完 因为最近很多国际媒体在报道 就是说川普到现在为止 他很多的对外的 比如说国安跟外交的体系 那个中阶层的干部都还空着 都还空着 所以现在很多各国驻华府的 这个使领馆 都各凭本事去找一个沟通的管道 现在发现 因为你找不到原来的国务院的 什么系统去做沟通 所以每天一个是走他的家族 或者是什么关系 还有必做的工作是 每天早上都要赶快起来看推特 看川普的推特 又讲出了什么样的话 然后看立马能够立刻衔接上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 了解 这个G20这次其实两大一题 就刚刚社长讲了 一个是保护主义 这个贸易保护主义 另外一个就是巴黎协议 这个巴黎协议 其实19国他们都讲说 我们还是要继续参与 但美国退出是美国退出的事情 那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他们共同的结论 除了刚刚社长讲的以外 就是说要对抗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这个贸易保护主义 基本上大家是反对的 但是还是留了些颜面给美国 的确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自己个人感觉 这种20国领袖的峰会 像去年是在杭州 那今年是在汉堡 其实这些宣言 这些决议都有点流于形式 你说真的能达到 什么样实质的共识 或是说具体的作为 大概不容易 在短短的一天两天的会议里面 好我们这边先进一下广告 等一下回来 中国大陆企业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本来 这个六月份 是多头的A股 进入到这个礼拜 开始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下跌 尤其是创业版 我们知道这个创业版 比较是新创企业 中小型股票 这个创业版连续两天跌掉3% 是跌幅蛮重的 那当然热市的问题 是其中之一了 这个热市又扯到农创 农创又扯到万达 社长这中国大陆现在的企业 是不是有一些资金链的风险呢 它是其实这一波 那整个的企业的这个动态 大概是可以从上个月 银监会当时传出来说 特别专案要调查 点名四家大企业 包括就是他们的海外 的这个并购 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前出出海的 出海很多的 这个就是以这个 万达是其中的一个 万达都一直去买的嘛 那个什么Sinamex 对万达 然后复兴 安邦 海航 海航 因为郭文贵 那个话题也很多 那有人统计 这个几年 这四个集团 在海外的并购的金额 可能达到600亿美金 600亿美金 这个甚至不止 甚至说不止 有可能 因为这几家的企业 到2016年为止 它的总资产 大概四兆人民币 四兆人民币 差不多有 8000亿美金 这8000亿嘛 对所以海外并购 可能还数字 可能还不止这样子 那现在关键就来了 就是说一方面 以万达来说 万达它的这个 这个负债比例 跟负性一样都偏高 它的资产跟负债比 大概都到70以上 70到75 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他们并购的标的 多是多样 保险的啦 旅馆啦 球队啦 隐聚你刚刚讲 Cinemax 这些也都有 复兴就买那个 Folly Folly嘛 Folly Folly 还有那个 还有Clubman 对啊 Clubman 对啊 Folly Folly 对对对对 一方面就是说 因为我们讲过 今年大陆是要做一个 金融的风险管控 然后这一些企业 它很多的钱资金出去 很多要跟行贷款的 对 就跟你看 你是看他说 那个乐视 那是现在有很多 中国的金融企业 金融机构 都掉到里头去 很多艺人 还有那个基金 卡到那一缸子钱 那现在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 出去海外 去并购 这里头用大陆讲法 有没有什么猫腻 有没有什么猫腻 就是说 假借并购之名 行资产转移之时 就这个问题 把钱套住 一方面对一方面是你的钱很多是跟国有银行借来对金融体系借来的然后一方面出去的以后中间的中国的监管就监管不到嘛这是一个背景 而且他们都搞地产对就非常多的是跟地产有关非常地跟地产有关那像那个平安那就更那个平安是做保险的平安这个资金很多是从千万保护里头来的哈这里头就有更多的因为保险公司的投资啊 各国都一样啊都是给他很高的要标准要求的哈这是我想一个部分的哈但是万打这个话题哈在上个月那个出来的以后那大家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哈 哎居然他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动作哈他这个用六百多亿哈把他的所有旅游产业的这些东西啊那打包卖给了这个融创他借钱给融创啊借钱借了大概快三百亿啊对三百亿给融创啊 那融创又借了好几百亿给那个热市给对这个好我们先讲一个话题我们知道这个啊在呃迪士尼上海迪士尼哈在今年去年要开始正式营业的时候啊 那个王剑里就万达的老板啊曾经夸下海口嘛哈说他是万达因为万达是影城嘛哈每个地方他也搞的万达园啊万达乐园啊万达乐园啊 就是说万达用这个开开到处开花的方式啊会会能够让这个迪士尼十年都没办法盈利或获利啊 可是迪士尼赚钱啊这个人家这个这个百年的这个经营这个娱乐产业还是比较厉害 而且不但赚钱结果这个号称说要把迪士尼打垮的哈 现在万达好了卖掉了哈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选择这个时候卖掉这就很有意思了哈 呃我觉得一个部分是这样子哈一个就是说他原来做影视娱乐产业的开发 你知道万达不是在到处都开戏院吗没错那么其实他背后很多还是跟地产有关啦开发地产 他就是商城加戏院加百货然后旁边就是卖房子我曾经在晚北哈就是安徽的北部的一个叫做釜阳哈 是那个地方的一个他的城中心的地方我住的旅馆是听说是他们那边新盖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对面就是万达正在盖哇那个等于是你看他连这个这种安徽我们都晚北是比较穷的地方 对他都拿下来了而且万达去每一个城市要做他这个万达的影城大叔都欢迎啊 对每个地方都给他很好的条件哈所以他就这样一直扩张一直扩张啊那就刚我刚讲到说不但扩张在国内扩张到海外去 而且他做电影这个时候他们开发多少的屏幕了哈现在还买到美国去美国的前两大家都买下来了哈好现在问题就是说他的负债比实在太高 嗯哈那负债比这么高哈万达原来在香港有上市嘛对哈后来下市了嘛是下市那现在等着哈要在这个A股要上市了哈那呃一种说法是认为说他急着这样做处理两个原因哈一个是要减轻他的负债比哈让这影响压力这个当然也是回应到银监会嗯 嗯嗯上个月点名的那个事情哈打包卖给融创了哈对打包卖给融创之后他的整个的资产的负债的这个身体就轻多了嘛是就轻多了哈然后他以后就变成类似这种呃这个这个专呃怎么讲这个叫什么专案的这种呃就类似收取这个营运费嗯或者是这种什么顾问费哈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好像他们这一次的一个交易当中也有这一项嗯 嗯嗯有这一项啊然后另外一点很重要大概是要把万达的这个整个的经营的主轴哈嗯脱离地产这个项目哈嗯刚好A股最近的IPO哈嗯嗯那个停止了停止了给这个地产嗯就推后了嗯我想这个跟他的种种考虑大概都有关系哈但是哈尔鱼最引起的大家都非常的一个关注哈是对那市长这个中国大陆这样的资金链哈对呃外人真的是看不懂哈这个借钱借来借去 然后一下打包卖给谁那谁又借钱给谁哇是他们这这样搞下去会不会有危险啊是有危险啊所以那个我看了就觉得觉得很现在融创融创的那个嗯融创最近股票也是猛跌啊对那个那个信平机构已经把它调为负数啊嗯嗯已经把它从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呃等于负债跟资产比啊哈对他现在整个的这个这几年的并购哈 整个的数字已经超过一千亿人民币啊嗯嗯哦那自有资金啊呃跟这个数字哈恐怕也差不多嗯甚至还更少一点哈这里头所以我看你看看这一次他对万达的这个并购哈哈是万达借钱给他哈哦那他分三年他再缴利息给他然后一年大概给他五千万的这个呃类似这种这个这个这个借牌费啊还是什么或者管银管费啦嗯嗯银的方式哈对所以融创哈因为融创他现在在大陆 他大概前五大了哈呃以前我们熟悉的万通啊那些都不行了就到后面去的历程也没有了上海以前上海的历程对现在大概恒大啦哈这些都还排的比较前面不过恒大的这个资产跟负债也很有问题啊嗯嗯嗯恒大现在也是一个负债比啊呃现在很高现在有人说融创可能会追上他的负债比资产负债比啊嗯嗯嗯资产负债比啊所以难怪那个信平机构会把它调低下来啊这跟这个我想是有关系好 那那最近那个格力电器的董小姐啊对啊他就想说格力永远不搞地产啊格力只做本业那我觉得他这句话是对的你说这个企业哈这个做电家电的去搞地产那个做什么也去搞地产搞到最后还不就是在玩玩这种杠杆玩这种我觉得哈呃应该这样讲啊就是像各行业其实竞争都很激烈哈对你如果说本业不是说停掉而是分析去做地产而且地产一开始如果获利很高 嗯嗯你对本业就不会那么专注对啊对不对那你的竞争力会衰退对对然后呃呃结果等到那个地产也是有高有低啦对而且大陆很多的时候还跟政策有关啊是杀手不及啊厝手不及啊这个风险就就特别的大嗯那另外董建华家族对呃被要求出托东方海外持股是这个呃又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对这个呃东方海外吼我们我董建华大家知道吧 他就他爸爸就董浩云啦对以前我们讲那个传王传王嘛那这一次哈他卖掉了给那个关键不是说他卖啊卖之前也不是没有说啦嗯不是没有听说哈他关键是卖给了国企大陆的国企啊中国远洋嗯嗯哦那这个就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啊跟兴趣啊嗯那呃为什么外美会传出说哈这个呃好像本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啊 那是因为东方海外本身哈原来跟中原是个竞争关系是他是个竞争关系啊那现在因为呃这个这个这个没有想到哈在而且之前当传出这个讯息的时候啊嗯这个也有人去问哈问这个东方海外就董家哈这边的那他们都否认哈中间很快的时间哈而且还声明完之后说要立刻要就进进行这种嗯等于说这个这个交易啊哈 啊哈要立刻把他实现哦那这里的大家就费很多差异啦不过现在真正的细节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想他大概也是从啊因为香港跟大陆之间的这种关系哦那董建华现在当然你一切要看上面嘛哈因为说被要求是代表他不是主动愿意啊但是价钱应该还可以哦我讲的不是价钱的问题并没有亏待啦嗯并没有亏待哦呃而是说现在他的整合下来之后某个角度来看你也看到说现在北京比香港 可能是要强势太多哦这是一个角度哦哦这是一个角度但关键是将来的中原海运哈中原海运哈他现在因为这样会变成到全球第三对哦第三而且他跟第一第二哦一个是瑞士的哦呃一个是第一是马士基嘛马士基对第二是瑞士的哦那么呃这个距离越来越近了已经有人推测五年内哈中原会变成全球第一而且目前来讲并而买下这个东方海外之后啊这个呃将来的中原 在亚洲太平洋航线上啊是没有敌手了嗯就没有敌手了好呃我们这边先报一下路况哈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再继续请深来帮我们做分析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华刚事长讲说啊这个董建华家族的呃东方海外哈但是63亿卖给中原海控了哦他说63亿66663亿左右看到的数字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要卖对不对哦这个63亿美金哦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哦但是呢呃是不是被要求卖的哦这个其实涉及到中国大陆海运哦他的一个大的 一个布局了哦那个中原海控哈呃已经是相当庞大的规模其实中国大陆像之前就是中原太平洋嘛对哦这个去全部把病在一起哦大陆也在做呃这个海音乐的整整病对哦这个所以呃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布局我们来拭目以待嗯那接下我们来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我们一直在follow的一个人叫郭文贵是哦这个郭文贵最近消息不少然后呢呃搞得北京很头痛嗯那很头痛 要怎么去处理呢社长这个是郭文贵最近又是什么状况最近这个大陆哈本来尤其是官媒哈对郭文贵当然就是冷处理啦对那就当作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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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啊可是这两天啊10号跟11号啊这个新华社啊嗯接连两天啊都发布了有关郭文贵的事情是那这个两个事情呢呃一个是说郭文贵专门骗人嗯一个是说郭文贵被骗了 嗯嗯就这样两件事情啊那呃10号的是讲说啊去跟根根据他们的调查啊说郭文贵啊是借着去收买啊嗯这个海航里头的员工啊是啊去拿到客户的资料嗯嗯那这些资料包括他们飞行的起气点名字什么人等等啊嗯然后呢这个呃再利用这些资料去编造故事嗯这是新华社的一个写法啊的讲法 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郭文贵在呃爆料的这个视频上啊拿出这个那个说你看我就有资料你看我有这个人什么时候登机什么的等等啊他说这个都是用一些常态的资料去编撰的啊嗯这是他这篇报导主要的用意啊那另外一篇的报导呢是讲说啊郭文贵2015年啊那个他这个因为流亡海外啊快一年他为了摆平国内的官司啊而且也想回来啊嗯所以呢就去 去贿赂啊一名自称是中央领导的亲戚啊啊以为说可以透过他啊来摆平啊嗯那这个结果他被骗了两千万的人民币嗯嗯啊人民币啊那那结果这个是最近刚好被公安机关呃侦破了这个是帮郭文贵侦破的是谁在骗他的啊对前面那个是说郭文贵拿别人的资料他用别人去拿海洋内部的资料来骗大家啊现在这个讲的时候 郭文贵被人家骗了啊我想他整个的报导不管是说郭文贵骗人家还是说呃他被骗了啊主要都在讲说郭文贵的话不可信嗯我想重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是那郭文贵的话可不可信啊这当然其实很多人对郭文贵的爆料的话也都有保留啊但是你知道像现在郭文贵那种呃像这个写小说一样的这个这些讲法啊嗯我们在海外听的也许说见怪不怪啊但也还是蛮多 很多人觉得很津津听的津津有味啊嗯那大陆呢你可以想见那更不得了嗯大陆的如果让他们呃知道了有这么样子的一个管道的话那大陆的人知不知道郭文贵的这些讯息呢有一些不多嗯有一些是靠翻墙嗯翻墙然后就看看YouTube上面的被封掉的网站被封掉的网站的就叫做翻墙就翻墙对那结果最近就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蓬勃讯息啊 十一号报导的哈那讲到说这个呃中国大陆的网管哈嗯已经决定要求哈这个三大这个电信公司哈就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跟中国电信啊嗯从明年的二月一号开始要全面禁止哈未经核准的用户使用VPN是然后呢这个呃大陆网友很普遍欢迎的一个VPN的服务供应商哈那么已经宣布了前两天宣布了从七月一号开始 停止啊停止提供服务哈那翻墙要透过VPN嘛对透过VPN所以现在变成说只剩下机构企业嗯可以或者是学术单位嗯可就个人就不行了嗯嗯那个人不行那当然大家会猜测说哎已经存在这么久哈对我们不是常讲说有时候有些朋友说去大陆就看不到哈有人说那你就学翻墙啊对就可以解决了嘛嗯嗯好现在连翻墙都要堵住而且已经这么久了哈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哈嗯嗯嗯 嗯嗯我觉得大家立刻会联想说是不是跟郭文贵有关是这个VPN立刻的原因嗯嗯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哈当然大陆现在整个在整顿这个呃网路哈呃这个种种整个来讲它的蔓延度是很广啊哈嗯事实上现在最近有很多的他们的直播啦哈对那个视频啊内容啊等等全部都被这个这个网信办而且我看到媒体报道说呃以后这个节目要经过三个委员审查啊对所以将来网路上的节目 会跟电视的这个正式的节目一样还不是一个委员审查也要三个委员审查完这个节目才能播的这个当然一方面表示说他们对网路的传播效果哈嗯已经不敢低估了对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式的媒体嗯嗯那正式的媒体正规的媒体就有很多的程序因为大陆这个体制啊对讯息的管控哈嗯那是他的一个本能嘛嗯一直存在的对但是呃就说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其实哈对 对大陆来说哈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嗯为什么呢呃在今年两会的时候啊嗯已经有大陆的学术界的代表哈是出来提说嗯这个网路管制这么严哈嗯其实长起来这对大陆的科研啊造成很不利的影响嗯因为很简单会有些副作用不是你很不方便嘛嗯你不方便你那个他们讲说有一些这个学者讲为了看一些国外更新的资料哈都必须利用出国的时候啊嗯才有办法接收到啊嗯 嗯你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很不方便啊嗯所以这个就很难啊因为他现在当然今年因为十九大的关系啦哈那可能是宁可错杀啊不可不可漏施啊是哎所以就被人特别的严格哈是但是现在没有想到连VPN啊这个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有大陆朋友讲说现在以后只好出国了哈哈哈犯抢已经没办法了是是是好这比如常去大陆的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嘛就是大陆上面哈你什么whatsapp 那有些地方是不通的嘛但是那个微信一定通嘛嗯好为什么因为微信腾讯的他可以看得到嘛呃他可以监视的到了讲白话一点就这样那我留下记录对那赖很奇怪哦嗯那我的经验是这样赖是有些地方可以有些地方不通哦对哦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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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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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送出去就发现死掉了 原因是难堪 这个事情坦白讲 现在也是没有两难的做法 因为一开始 就不应该把刘晓波的判刑 做那么重 尤其是在他得到诺贝尔奖 和平奖的时候 其实大可就那个时候 做一个台阶 当时就有点拖面自干 因为刘晓波是因为言论自由 言论主张 他是为了这个08献草的一个主张 对不对 那这个在所有的 全世界大概都会认为说 这是属于言论自由 应该可以表达 结果被判的重刑 好没关系你判的重刑 你在服刑期间 诺贝尔和平奖给他了 给他之后大陆其实应该借那个机会 他不屈服 不屈服还继续关 没有想到关出病来了 关出现在这么严重 现在有一百多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联名 那你想想看 如果全世界还没有发生过 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是在牢里头被关到死的 这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 坦白讲 谢谢黄庆龙社长 谢谢黄庆龙社长